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今天的立法會會議上 麥美娟建議 將來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 必須要申報 到底是否持有BNO和外國國籍 第二宗消息 在剛剛過去的財政年度 一共有21名政務官辭職 辭職人數創了近年的新高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在今天的立法會會議上 麥美娟還作出了甚麼提議 她建議 將來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 要在提名表格上 交代到底是否擁有BNO 外國國籍 是否跟外國政治組織有聯繫 或者獲得資助 以及個人誠訊是否存在問題 政制內地及事務局常務秘書長鄧隱光說 這些內容 都是資格審查委員會 可以向參選人撒取的資料 她還說 政府現階段的想法 就是要求 參選人在提名表格上 提供基本資料 然後再有另一份表格 提供資格審查委員會 所需要的附屬資料 麥美娟提出這麽多建議 到底是純粹針對 將來會參選的所謂民主派 還是建制派都會受到牽連 她叫人交代有沒有 BNO和外國國籍 實際來說 如果參加地區直選 她一定不能持有外國國籍 在這班人參加地區直選之前 就必須先放棄外國國籍 她才合乎資格 立法會裏面有哪些人可以保留外國國籍呢 就是指定的12個功能界別 到底麥美娟現在提出這個建議 是不是針對12個功能界別呢 他又說叫參選人交代是不是擁有BNO 其實BNO 特區政府都已經不再承認了 即是交代他有沒有收了一本 不獲承認的旅遊證件 另外他又說要申報是不是跟外國政治組織有聯繫 以及獲得資助 如果有的話 其實這個人本身就已經違反了國安法 那他不用參選了 至於說個人誠信有沒有問題 他參選的一定說自己沒有問題 所以麥美娟作出這些建議 我就覺得 似乎有多少駕藏碟屋 其實麥美娟應該作出以下這些提議 第一 建議廢除 在立法會裏面 指定12個功能界別 能夠擁有外國國籍這個規定 因為 現在都強調要落實愛國者治港 怎麼能夠容許在立法會裏面 有12個功能界別的議員 可以擁有外國國籍 這個是只不過當初 九七回歸的時候 作一個過度安排 反正現在都修改選舉規則 不如索性就修改了 可以使得 整個立法會裏面 都不會存在一個擁有外國國籍的立法會議員 那不錯 第二件事就是 建議別人申報有沒有BNO 這件事就浪費了 不如建議 這些參選人要申報 到底 他在外國有沒有擁有任何的資產 物業 存款等等這些資料 這些更加重要 因為這樣就反映得到 到底這個人有沒有存在著走資的情況 如果他是一心服務香港市民的 要參選立法會的 他一定 就是要把大部分的資產放在香港才行 如果不是 可能就會引人質疑 到底你是不是外國者 把資產全部兌現外幣 存在外國銀行的戶口 又或者一個人住在香港 但又在外國置業 那麼奇怪 香港也能買樓 照樣可以收租 所以這些 都是值得交代的東西 另外就是不僅是參選人的 本人要交代 還有就是他的籍系親屬 都必須要交代 是否擁有 BNO 外國國籍 以及交代 到底他們在外國有沒有擁有什麼資產 這些都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是叫他本人來申報 他大可以把他名下的資產 轉移給他的 籍系親屬 又或者他本人不持有外國國籍 但是他籍系親屬持有的話 他就很容易得到外國國籍 所以 為了避免裸官的情況 進一步擴展到立法會議員 必須要謹慎考慮 除了他本人申報之外 他的籍系親屬都應該要申報 以及整個特區政府的 高層架構 都應該採用同一個標準 不要只是叫做官的本人申報 做官的籍系親屬都應該申報 這樣就能夠做到公開透明 反正麥美娟 提出這些建議 都是想 令到外國者治港能夠成功落實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 到底有些所謂民主派的政黨 他們怎麼看立法會選舉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 今天就跟蘋果提到 民主黨會在9月中召開會員大會 到時就會決定 是不是參選12月的立法會選舉 羅健熙就說 北京一方面說 修改選舉制度 並不是要在立法會搞清一色 但另一方面 特區政府就沒有放軟手腳打壓民主派 他就說 雖然目前都不多聽聞有黨員表示是有意參選的 但是距離9月中還有5個月的時間 相信可以趁這段時間給黨友討論一下 他就不介意討論期間會有火花 最重要是大家肯埋桌談 其實還有些什麼好談 面對著這個這樣的選舉制度 原來民主黨仍然對於選舉是開放的 他又說不多聽聞有人表示有意參選 他就算有意參選也不會馬上說 他說了出來就開始計算選舉經費了 這件事誰都知道的 你作為黨主席沒理由不知道 而且 已經留了這麼多的復筆在這裏 我估計 民主黨會參加立法會選舉的機會 就是大的 因為不選就是一句 很簡單 不選就會斬釘截鐵地走出來說不選 但是如果要選的話就不能夠這麼快先說 一定又要通過一些所謂的民主程序 比如說他們召開會員大會 經過了一個民主程序的決定之後 他們就要按照這個所謂的 黨內的民意來執行 到時候如果黨內民意主流都認為要參選 他們就所謂勉為其難去參選 我估計劇本就是這樣 如果不選的話不需要在這裏留白 不選就不選 很閒的 你現在這樣 由抱琵琶半遮面 到最後 醜婦終須見家翁 實情民主黨裏面有些中委都走出來說 只要 仍然是有參選空間的話 他們都應該是要爭取參選 有些中委曾經這樣說過 至於說不參選那些 除了劉慧卿有出來說過之外 都不見到民主黨裏面年輕的那班有這樣說 但是劉慧卿現在在民主黨內的勢力 都已經是慢慢減退 所以大家就看看 到底他們九月的時候會有什麼決定 我猜他們就是去馬居多 另外 今天胡定玉接受了信報的訪問 他就說 願意提名那些泛民 無需過問西環 他的說法是怎樣的 他說民主派參選最大的作用就是發聲 他說泛民什麼時候曾經做過majority 也就是佔多數 他說沒有的 這個時候20席和30席又有什麼分別呢 他真的是 串爆你這些傢伙 還去參選的話 可以問他來拿提名 哈哈哈 因為他說願意提名泛民 但是 這個是他認可的泛民而已 問題就是市民還認不認可這些人是泛民呢 這是另一回事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在上一個財政年度 政務職系的總辭職人數達到21人 比起在上一個財政年度升了一倍 首長級的政務官佔了8人 非首長級的政務官就是13人 那麼 到底為什麼這群人要走呢 葉劉認為 不少政務官都嫌廚房太熱 經常又要面對公眾 要對立法會那裡解釋政府棘手的議題 所以就寧願 去工作較輕鬆的工營機構那裡做事 他就說 不少前下屬 都轉職去到商會 金管局 港鐵 以及機管局等等 因為供應機構人工就高很多 吸引力又大一點 那麼葉劉這個說法又不是說有錯的 他也是說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但是他有沒有將整個事實的全貌都交代出來呢 似乎他就是忽略了一些東西 比如說 可能有些政務官他們就不願意接受宣誓的安排 所以就不做了 又或者是有些政務官 他們就 아니� 他們受不了這個所謂的篤灰文化 他們受不了互相要監督、篤背脊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人舉報 他們認為這方面的心理壓力、精神壓力太大 辭職又不出奇 但是葉劉所說的其實也是真的 有不少AO在離開政府之後 就去到那些所謂公營機構做事 又或者有些是私人機構也會聘請 為什麼聘請這班人呢? 無非是貪責他們 熟悉整個政府架構的運作 所以就特地請這班人回去 他們的優勢正正是曾經在政府那裡任職 而且不是任職一般的低級職位 是做到政務官 這就是他們的優勢 所以我不會說假設這班人沒有做之後 全部都去移民 因為這班人去到外國之後 其實他們的經驗是不值錢的 老實說他們在特區政府工作過 去到外國能夠有什麼優勢呢? 除了英文比較流利之外 能夠用英文堆砌一大堆的工民出來之外 他們根本上是沒有優勢的 所以這班人離開了政府之後 未必是說移民走人 可能純粹是轉去其他工營機構工作而已 而且工資的確也不合理 所以有多少人會捨得走呢? 就成為移民了 當然如果這班人純粹是因為不想宣誓 或者受不了所謂的 互相監察的文化而離開政府的話 恐怕他們遲些 在其他的工營機構 都要再面對一次而已 因為這個宣誓是無止境的 當公務員宣誓完之後 其他的公職人員又怎樣呢? 會不會是去到某一個位置 突然之間停下來呢? 如果反正都是宣誓 為什麼不去教師又宣誓 社工又宣誓 怎麼會少得公營機構一份呢? 所以這些東西 避得一時都避不得一世而已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